群球现场更多的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韩语 大早安 各位消息看到 俄乌战争昨天是满一周年 在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的号召之下 七大工业国的集团 于台湾时间24号晚上 11点召开了一个线上会议 随后是发表联合的声明指出 将要追加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日本首相官邸是在25号凌晨 发了一个新闻稿指出 领袖们在长达90分钟的会议中 是达成了共识 将要阻止俄罗斯获得支撑军事 制造部门的产业技术等 另外有鉴于伊朗等国 是提供俄罗斯无人机 领袖们的声明中是记载了 要求第三国是停止 对俄罗斯提供物资上的支援 不过其实他们也将提供 满足乌克兰需要的军事支援 也将对乌克兰的人民 是追加提供人道支援 岸田文雄他强调 要透过对俄罗斯的严厉的制裁 以及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 来展现G7他们要让俄罗斯停止侵略 以基于法治国际秩序的坚定决心 那么面对战争周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昨天是誓言要战胜所有的敌人 而且在这之前 大陆外交部裁救乌克兰问题 是发布了12项的立场 是呼吁要直接对话 全面的停火 而在这之后 泽伦斯基他今天指出 基辅需要和大陆合作 以终结这个战争 泽伦斯基他表示 中方是开始谈论乌克兰 而且呢 以谈话的内容来看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还有安全问题 是得到了中方的尊重 因此愿意和大陆合作 而在此同时 面对俄乌战争 戒满一周年 美国国防部则宣布 新一波总价高达 20亿美金的 对乌克兰的新的援助 表达对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的支持 显示呢 美中在乌克兰的角力呢 现在其实已经趋于 百热化 不过当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台湾时间 今天上午六点 被媒体记者 他们问到 会不会担心 大陆在乌克兰战争中 是援助俄罗斯 如同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所说的 大陆将会给予 乌克兰致命性的援助 拜登他当下是立刻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 显示如此 中国国务卿 在乌克兰的 中国人 中国人 有什么证据 这一切 只是一切 当美国人 看到什么 在乌克兰的 在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 除了领袖们 在西方国家呢 人们为了抗议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其实各地也都发起了 大规模的示威 德国首都柏林就有万人集结 乔治亚共和国以及阿姆斯核丹 也是有大规模的一个抗议活动 欧洲呢现在各个城市 现在都是以行动来表达 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以民众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 跟韩磊表示 战争这一年已经够久了 我来帮助我的国家 我来帮助我的姿势 让乌克兰在乌克兰 让我们在我们幸福的国家 美丽的国家 okuld的 country 我今天本来来 我是 guidance 对我们要共和平台国 为我们 doughnuts 欧洲各地的民众现在是以行动来表现支持 罗马的著名的地标古竞技场 也用点灯是秀出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在纽约联合国的总部外 其实许多的外交人员 他们也是拿着乌克兰的国旗 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是表达他们的敬意 不过在俄罗斯 一些民众他们对乌克兰献花致意 则是遭到了逮捕 那么这个从去年2月24号爆发到现在的战争 尽管是已经满一周年 不过依旧是看不见镜头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他告诉人民 要有长期作战的这个准备 就算这一年双方在经济 军事还有人民的伤亡上 都受到了重创 但是尽管如此 在短期内呢 恐怕还是难以看到和平曙光 乌克兰首都基辅 举行俄乌战争中年仪式 总统泽伦斯基事前发表贴文 表示这是痛苦悲伤信念与团结的一年 但是2023年将会是乌克兰胜利的一年 而另一边俄罗斯施放烟火 纪念祖国保卫者日 双方都对战争的走向 保持乐观态度 不过普丁在这场战争上 就已经大幅超支 根据媒体智库推算 俄罗斯每天将需要为了战争 付出9亿美元 等于一天就要付出台币274亿元 至于在双方战场伤亡上 根据挪威媒体估计 有18万俄罗斯士兵和10万乌克兰士兵 在这场冲突中伤亡 双方各有15万人死伤 根据联合国粗估 战争中伤亡民众约有2.1万 但外媒分析双方至少有高达4万人伤亡 难民人数则超过1700万人 超过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 因为战火流离失所 其中乌克兰当局指出 战火导致440名儿童丧生 851名受伤 329名被列为失踪人口 更有高达一万两千多名儿童 被非法遣送到俄罗斯 乌克兰除了国土 经济更面临重创 2022年经济萎缩35% 基础建设损失高达1380亿美元 全面经济损失将高达7000亿美元 普丁在国庆资文预告人民将面临长期作战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 则是宣告力挺乌克兰直到胜利 同时加码援助20亿美元 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目前还难以看到和平曙光 记者离境综合报导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深沉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好